春秋时期的秦木公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君主 他在位期间重用人才 为秦国开疆辟土 连同他本人的诸多事迹 都成为后世之人传颂不衰的话题 早年间 秦国人在京甘肃一带起家 那个地方穷乡僻壤 无人口也无资源 要想进一步发展非常困难 于是往后几代的秦国人 为了给自己争取到足够的生存空间 一直在向东边扩张 在某次东晋的战役中 秦木公派出了秦国最善战的三位将领 去讨伐正国 本以为这次战役 秦军金兵强将进出 势在必得 不想战争结果是秦军大败 不仅损失了无数精锐不说 连三位大将也被俘虏了 按照一般君主的做法 完全可以借着其被俘虏之名 把战败之责全部推到那三位将领身上 可是秦木公没有这么做 在三位将领垂头丧气回到秦国之时 他们本已做好接受惩处的准备 不想秦木公却亲自走到郊外 去迎接他们 并且向他们说 我正是因为没有听从 百里希简叔的百般劝阻 才让你们受到这样的侮辱 你们没有罪 希望今后再接再厉 奋发图强 将来一雪前耻 千万不要因为这次失败 有了懈怠之心 这次虽然秦军大败 但是秦木公不仅没将三位将军 格制问罪 反而对其更加重用 而三人也因此更为发愤 再后来 真的为秦国扳回这一局 由此 晋国发生内乱 这对晋国周边的晋国 可是个好机会 但是 秦木公却没有趁乱去占晋国的便宜 反而驻当时的晋国公子 已无继位 使其成为后来的晋惠公 但是没料到 晋惠公 竟是一个言而无信之人 在继位之后 完全不记得自己说过 要将和西地区的几个城 送给秦国的话 然而 秦木公胸怀广阔 当有人提议说 要给晋国一点教训时 秦木公没有同意 几年之后 秦国闹旱灾 这时 晋国人已完全不记得 自己与秦国人的那点过往 虽然还厚着脸皮 向秦国借梁 而秦木公也没多说什么 想着秦静两国乃是邻居 低头不见抬头见 没必要计较这么多 于是 很痛快地就借了 等到几年之后 秦国缺梁 转而想找晋国借梁 这次 晋国人再次展现自己无耻的一面 不但不给梁 反而趁机出兵攻打秦国 好在秦国人虽然缺梁 但是人心不散 在秦国人批死抵挡之下 进军大败 然而 就这样一位贤民的君主 死后却遭来不少非议之词 那么 这又是为何 原来这都是司马迁在《史记》里 写到秦木公这段时 多说了几句 说秦木公死时 埋葬他的人 找了许多活人为其殉葬 其中就有几个是秦国的良辰 而这 就让秦木公的完美履历 留下一点黑影 但是我们都知道 历史都有一定的局限 在秦木公生活的那个时代 让活人为死人殉葬 是一件不算特别罕见的事 况且 这也不一定是秦木公生前的要求 也有可能是继位者的意思 所以 我们将这一笔账 算到秦木公身上 是不太公平的 总之 秦木公是一代贤民之君 即使真有什么不得当的地方 那跟他所创立的这些工业相比 也是瑕不掩喻的 最后一代贤民之君 最后一代贤民之已是 最后一代贤民之君 by bwd6